今天在微博上有一个很多人都在聊的话题 甚至冲上了微博热搜 台湾永远不可能会成为一个国家 这就是源自于今天中国国台办发言人的一句话 台湾到底做了什么事呢 让中国这么的生气 甚至让中国国台办撂出了这样的一句狠话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土耳其地震 台湾第一时间派遣出了救援队 中国一下看到就生气了 因为在中国的立场上 你他妈一个省 还要抢在我头上出风头 就觉得很丢脸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历史经纬清晰 法理事实清楚 台湾呢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搞台独分裂呢 违背历史发展潮流 违逆全体的中华儿女意志 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利益 那么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包装 说辞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咳咳咳 我听了想吐 这句话说了多少年了 到底是谁在搞政治投机啊 关键时刻 人家台湾第一时间派出救援队 那不是很合理的吗 人家土耳其以前也有帮助过台湾 甚至也有帮助过中国四川 这些地震天灾面前 没有人想到的第一时间是政治投机 理所当然的你尽可能的第一时间赶达 这是对于受害者 对于遇难者是最大的帮助 到底是谁在政治上面做文章 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充斥着这样大量的带有政治色彩 非常鲜明的意识形态的新闻 比如像这一个在土耳其的台湾同胞 有困难请找中国大使馆 这不就很明显的有意识形态吗 说什么有困难请找中国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那当然浮予是中国人民的 对不对 你中国人民以前在海外遇到困难 打电话你电话都不接 台湾人一打电话 你为了这个政治立场 立马就去帮助台湾人了 这个就有点莫名其妙 如果你真心想帮助台湾的话 你先把中国国民自己先管理好 先帮助那些有需求的中国公民 再来搞定意识形态 那说一句题外话 假如说台湾真的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的话 如果台湾公民在海外再遇到问题 去打中国的领馆的电话的话 我觉得跟其他省份的人的待遇 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可能遇到电话忙音打不通等等的 以我们以前看到的新闻 像是在乌克兰就有很多大学生 留学生在那边读书的 遇到了困难打电话给中国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接不通电话 后来接通电话了 反过来一通臭骂 然后这个小女生就很无助 发到微博求助 发到微博上很多人都关注到了 也火了 但是很不幸的是 立马在中国的家人 就被当地的公安局给找上门了 就被警察给问话了 你只是让我们自行撤离 自行撤离 但是我就不知道天天在微博上说过 电话录音曝光之后在微博上引发热议 想破文讨派的女留学生也没得到网友的安慰与同情 反而是一片怒骂 假如说哪一天台湾也变成中国公民的话 你要是在国外遇到这些困难呢 你也就不是现在台湾公民的待遇了 现在他想帮助你 就是像中国的一句古话一样 是他葫芦里卖的是其他的药 所以说你看 他可以放向自己中国公民都不优先去处理 去优先处理一个你台湾的他国公民 你就知道他这个是有政治投机的 这种才是叫政治投机 这种才叫别有用心 举心剖策 所以这些小逢你看懂了吗 那像是微博上有一些专门抹黑台湾的一些媒体 像是这个台湾挖事 他就说中国人向土耳其伸出援手了 中国台湾台北市搜救队确认支援30人等等 但是目前应该是40多人 那中国的报道呢 说中国因为晚先一点 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派出救援队 所以说中国就抢先把台湾的新闻拿来做报道 说中国人第一时间向土耳其派遣了中国台湾的救援队 那向国际表达 你看我们中国人多么的热心 对不对 人家台湾第一时间都派遣了40多人过去 你泱泱大中国那么多省份 那么多人14亿的中国 怎么还往后一个台湾2300万人的一个小岛呢 对不对 面子上过不去 然后赶紧中国就派遣了80人 就是你台湾的两倍 觉得这个面子上首先我们要过得去嘛 比较人多一点嘛 显得我们有面子嘛 所以中国立马派了80多个人去 中国的媒体也在大肆报道 中国派出了80多人 后来呢很多的微博又改了口径 很多新闻又改了 说是100多人 我想想也觉得很奇怪 怎么一下从80人又变成了100多人 后来一想哦里面还包含了中国台北 对啊 脸皮有够厚的 到底是谁在玩这种政治投机啊啊 那一开始的时候你为什么说是80多人派遣过去 那台湾不属于中国人吗 所以你内心有时候也会觉得 哎台湾好像不是我们中国的吧 所以事实就是如此嘛 那像是在过去像是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中国立马就把台湾给排除了 台湾就又被独立了啊 比如像近几年的那个疫情啊 台湾的这个数字啊 就没有列入到中国的范围之内 中国就一直对外宣传 对国内也宣传说 你看我们中国这个疫情控制的多好 全国才几个人确诊 那当时我记得台湾都上升的数字有几千了啊 全中国只有几例 那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 那你关键时刻又把台湾给独立了 那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呢 全中国人只有几例确诊 那台湾几千不属于中国人吗 我就觉得这个非常的双标啊 还在这边说台湾搞政治投机 到底是谁把政治投机玩的这么聪明呢 哎真的是脸皮有够厚才能说出这句话 那我们也一如既往来看看中国网友对此事的普遍的看法 在微博上有一个新闻话题 台湾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下面有网友留言说 说得好台湾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这就是对于台湾派出救援队的最有力反击 一个省而已 有什么能力派出救援队 中国救援队马上出发 这才是中国力量 干你中国力量这么牛逼 怎么这个时候才出发 人家一个小小的台湾都第一时间派遣出去了 你在干嘛 你在家里忙着吃地溝油吃螺蛳粉是吧 哎什么玩意还中国力量牛逼 这才是中国力量 我相信这种天灾人祸的事情呢 不管他是不是一个省 哪怕是中国的某一个省 广东省 任何一个省 都有派出自己的救援的部分的话 这对于当地来说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都是基于人道主义精神 我相信在任何国家都不会拒绝这种行为 反倒是你在这边说什么一个省而已 有什么能力派出救援队 啊 那台湾就是派出去了 按理说他没有什么能力 他最终不还是派出去了吗 反倒是你一个泱泱大国 比一个所谓的一个省还要慢 到底是谁丢脸啊 还有微博网友说 挖省也太自作多情了 一个天灾也被他们吃人血馒头 为了给自己制造独立的机会 也是不顾土耳其人民的感情 说白了就是一场政治闹剧 什么制造独立啊 干 台湾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 OK 啊 如果台湾不是独立的 啊 你干嘛天天在那边玻璃心 所以干嘛天天喊武统 台湾就是客观存在独立的啊 哎 真的搞笑耶 天天在那边玻璃心 一直要台湾独立试试看 台湾独立试试看 到底是谁在搞独立啊 啊 不就是你们一直在喊独立吗 那台湾不需要独立啊 那台湾现在根本就跟你们不相干好不好 对不对 台湾人可以自己选总统 啊 你可以吗 一个连总统都不能选的地方 再说另外一个地方不是国家 拜托台湾有国家军队 有宪法 有国旗 有国歌 有自己人民选出来的总统 啊 我还有什么去承认 还有你中国承认才是 所以你对于国家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你的定义是必须经由中国承认 那就是一个国家 OK那台湾不是 但人家不care啊 人家就算不经过你中国承认 它不是一个国家 不是中国承认的国家 人家不care 人家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 麻烦你care自己的生活好不好 不要在这边瞎操心 真搞不懂这些小红干嘛天天要打自己的脸呢 还挖坑给自己跳 哎 其中还有网友表示啊 台湾这次派出救援队速度之快 甚至抢先在大陆之前 很显然是别有用心和居心否则另有目的的 抢风头这种事发生在其他国家身上还能理解 关键是台湾是中国一个省 这么急着出风头是在干嘛 非要向全世界证明你是一个国家吗 啊对啊台湾就是一个国家啊 哎呦这些小粉红真的是真的笑死 还有小粉红说台湾这次又尴尬了 这有什么好尴尬的到底谁在尴尬 真的是那句话说在台湾身上很恰当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台湾万万没想到自己小小的政治投机被大陆看得明明白白 为了谋求独立 在地震天灾这种事上还要抢风头 耍小聪明结果被大陆制裁了吧 国台办直接一句话拍在台湾人脸上 台湾永远不会是一个国家 这句话今日热门就问台湾人脸痛不痛 肿不肿笑死了看到微博热搜的台湾人估计也偷偷觉得打脸吧 别以为你们小动作我们看不清目的是什么 到底是谁在这种天灾上面大作文章搞政治投机啊 人家台湾只是第一时间派出救援队了 然后你们就在那一片玻璃心碎 甚至搞到这个玻璃心大国 我连这个国台办啊外交部都出来讲话了 国台办说了一句什么台湾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国家 这句话一听就知道谁在玻璃心碎了啊 你真的如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话 这种屁都不会放的 就不会存在这种七十多年来一直喊这些屁话 这些屁话还真他妈是屁话 有用吗 没用的话所以叫屁话吗 你真的有用的话喊了七十年啥也没改变 啊改变的是什么呢 就改变的是你们这些小朋友的大脑 一个一个的变得跟一个蠢蛋一样 我操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六个广告 观看一遍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